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看我的視頻 這個視頻就拍攝於2022年4月15日 我現在所處於的位置就是五陽仙官的門口 廣州市在4月15日 全市新增加本土確診病例22例 和無症狀感染者11例 在五陽官廣場有核酸大西茶 而在五陽官旁邊就是米市新街市 廣州的米市路在越秀區 米市路最早叫做米市街 顧名思義歷代都是米市虛閘之地 今天就來逛下米市新街市 我想現在的廣州在疫情的影響下 我拍攝美食的視頻就會暫時少很多 大部份會以街景、民生或景點為主 本來的多區堂食可能只是禁一周 但很有可能下一周也是一樣 具體停止堂食要多久 個個都未知 政府就會根據實際情況而定 在這段時間 就跟隨我的鏡頭一起多看市場 街景、民生或景點 這檔寫著支持抗疫 水餃、雲吞、五星價 米市新街市 也是老城區的老街市 這裏就是米市新街市的入口 現在入每個公共地點都查得很嚴 一定要有綠色的健康碼才可以進去 先逛逛外面 等下回來才進去這個街市 先逛逛 這裏是正宗情海獅頭鵝 我自己反而更喜歡逛逛 這些路兩邊的小攤 有固定檔口 也有不少的流動攤位 這裏有老人家最喜歡的大背心大底褲 草莓快過季節 再過一個星期 頂籠十多天就沒有了 要吃草莓的就要渣緊 市場裏有海鮮檔 街的兩旁也有海鮮檔 和市場裏的價格相差不大 賣黏薯膠、螞蟻藥、蟑螂藥 還有不少老人家在這裡下棋娛樂 我也不清楚這些流動攤位 用不需要付租金 還是城館一來 他們就要馬上離開呢 這裏的粟米也是5元3條 檸檬就5元4個 我就買了檸檬 回去自己做檸檬茶喝 再繼續向前走 我記得去年廣州有疫情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朋友圈 曬自己在家怎樣煮食 但感覺這次疫情來了之後 反而在朋友圈曬自己煮食的人 就沒有去年那麼多 現在叫外賣 商家都給了不少摺頭 就是想為了吸引更多客人來打包外賣 這樣的優惠方法 吸引了不少年輕不喜歡煮飯的人 當然大部份的人都會堅持自己煮 現在這個季節就是吃菠蘿的季節 一般都是3.5一斤 或者是8元一個 大一點的就是10元一個 這位阿伯在賣薑兼收蟹 那是什麼 然後這位阿伯 现在的青菜很便宜, 很多都是两个半至三个半之间 广州在疫情下, 菜价一点都没有升, 价格非常稳定 看看这些路边当, 真是卖什么都有 要在雪山里面吃的时候,价格不动 在冰村上,千万可以吃吃 加工费他们在冰村里面吃 加工费他们会逃脱饭 你可以逃脱加招生 吃点兴许因为它开始吃 在外面逛了一圈,再逛去米市新街市逛逛 这里就是米市新街市的入口 数码入场 因为疫情关系,广州老人家玩手机比以前好多 必须与时俱进 这里就是街市的一楼 看上去有不少空的档口 猪肉档经过来面,市场比较集中 货源充足一点都不会缺货 现在在广州很少看到有人团货的现象 这么多猪肉档,任君选择 江鸡档 鲜花档 水族档 冰鲜鱼 這邊走過來是賣魚和各種海鮮 各米市新街市賣海鮮的檔口沒有其他市場 一眼看下去賣魚檔口的數量不多 米市新街市還有電梯上二樓 二樓是賣各種蔬菜各類品種相當齊全 這間雜貨店的老伯 這麼大年紀還在堅持工作 這些就是廣州人最喜歡光顧的湯料乾貨店 很多廣州人的家庭還保持著每天煲湯的習慣 很多廣州人都認為每天的湯水必不可少 不知道你們又喜不喜歡煲湯呢? 今天的米市新街市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讚、關注、轉發、看廣告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你們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